现在胡雪岩 我们看到中国第一台商 银眼梁 他自称自己是狼 带着他的狼群 来跟我们讲讲看蔡总 他如何圈地掠食 在那广大的中国大陆 在铜路里面 美国队长对上了狼网 1996年的时候 美国最大的零售铜路 我马就在深圳设第一家 真的是大家热闹 很风动 短短的17年 现在快400家了 但是今年3月以来 居然灌了6家 大家觉得很奇怪 发生什么事呢 对 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光是2011到2013 这三年里面 它华丹接不完 已经接了台币3亿了 什么进口的鲁肉 变成什么狐狸肉 还有过期的这个商品 反正黑心商品 它是全美最贪汪的 通用商 弄得很厉害 然后现在不得不 连最精华的上海的店 它都关了 然后跟300家的这个供应商 也要解约 有计划的可能要撤出了 中国的市场 但是相对的 一眼凉的大论话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低调 因为野狼都很低调 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甚至他摸清了中国人的 这个消费的习性 什么白菜 这个米 开袋来卖 甚至专车 我就把你载到了这个大论话 来消费 转眼之间 它就越来越强了 但击败了窝马 也击败了家乐福 优途为正 它的业绩多厉害呢 你看它的 现在在中国 他们一个量贩店 一个单店 你没有做到两亿以上 不用探紧 不用損益两平 你看 这个大论话的话 它的营收是725亿 但是它的这个店 210元价 它平均一个店做了3亿 做了3亿 所以有赚钱 但是乌尔玛的话 有395家 才做了580亿 所以蔡总 听了这段故事 你就会想到说 狼王 银眼梁 他把全美最大的 我马干掉了 干掉了 他靠几个 第一个 很会显地点 用乡村来包围城市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去 一定是上海或北京 这种消费能力比他强 他没有 错了 一样告诉他的这个 皇民端上讲 你去给我跑1000个城市 专门给我跑三线 三 四线的城市 他不在一级战区 他往外围去扩点 对 然后你因为你这个什么 交通的成本 运输的成本 还有设的这个电租的成本 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慢慢的 慢慢的 在三 四线的城市 起来以后 结果包围成功了 你看不看像不像那个狼 匍匐在草原当中 目光炯炯的盯着他的猎物 猎物是谁 就是我嘛 这个就是战术 再过来 你要了解习性 狼要去抓那些猎物的话 你要把猎物的习性搞清楚嘛 你看 比如举一个例子 你一定去过大倫花 台湾的大倫花 卖米是怎么卖的 一包一包就这架上 对嘛 都是这样嘛 包得乾淨 乾淨 但是在大陆的消费的习性是 看到米 我一定要剪开看 是真的米品质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是什么 把米堆成像一座山一样 让消费者自己去装 你看看 像我们的甘马店 有没有 一桶一桶 这都是白白的米耶 所以你要搞清楚 要消费了这个猎物 摸得到 闻得到的 再过来 还有一个很好笑的 我妈那时候跑到东北 你看东北冬天就很冷了 對不對 我妈 賣那个很厚的大被子 米酒配来买 一定要大就卖吧 你一定会赚钱 大就卖 人家营业良就了解 东北家家户都軟爐嘛 所以你需要那么厚的被子 那么大的被子干什么 这个太吊诡了 外面就大小 大卖场一件后棉被都没有 其实也不是东北 欧美也就是如此 所以搞错了 搞错了以后 你不要看 短短的这几年当中 为什么狼王的部队 可以击败了我妈 所以你就看到眼光很准 判断非常的犀利 为了一块肉 他可以在那边蹲点 蹲个几年 你老远 一旦扑上去了 死命都不放 这就是狼的天性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看 狼王在大陆的扑杀 狼王在大陆的扑杀 我们下车的扑杀